今天呢,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在英文裡面呢,我們有兩個響音 一個響音呢,就叫做 ㄟ 一個響音呢,就叫做 ㄚ 好了,那ㄟ音呢,就是呢 口讀的時候是小一點的,ㄟㄟㄟㄟㄟ 有什麼字裡面有它呢,有 get 啦 有... pet 啦,有 wet 啦 不是,你都說T在裡面起的,比如說 有 kept 啦,字類 好了,那ㄟㄟㄟ呢,是一個呢 差不多的音,但是呢,口是很大的 有什麼字進去呢 有 fat 啦,有 cat 啦 有 dad 啦,有 sam 啦 好了 那麼,這兩個音呢,是在英文裡面有的 那麼,至於廣東話呢 我們有一個響音 是很像他們兩個其中一個的 那麼,這個響音呢,我當它是ㄟ 跟英文一樣,因為其實分別不是很大的 好了,那這個響音呢,我們什麼字有呢 譬如我們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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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啡色的啡啦 啡色的啡,怎麼打呢 有啡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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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啦 那麼,這個呢,ㄟㄟㄟㄟ的音呢 就是廣東話裡面有的 好了,那問題來了 英文裡面有這兩個音 我們覺得好像 廣東話我們只有這一個音 那麼,我們呢,所以呢,廣東人聽人講英文的時候呢 我就將這個跟這個聽成 這個是GET,這個是FET,這個是PET,這個是CAT,這個是WET,這個是DED,這個是CAT,這個是SAM 那麼,聽下去呢,就會完全是Blur了這兩個的分別 那麼,原因都是啦 因為我們廣東話是沒有這個音的 而我們講的時候呢,也都會將這個音呢,是講成為... 這個是我們一般很typical的廣東人呢,就會這樣講英文的 好了 故事呢,還沒講完 嘩,第二部分了 那麼,有很多香港人呢,就很勤力去學英文發音 那麼,當他學英文發音的時候呢,當然要注意到是什麼呢 當然要注意到呢,是這些 這些呢,他當本身,用這個音來讀的FET, CAT, DEAD, SAM呢 他要很努力地,將他糾正回,讀一個開大口的FAT, CAT, DEAD, SAM 將一個本身讀E的音,讀回到A 那麼,這個當然是一件好事啦 那麼,但是呢,很多人呢,在這個時候呢 他就,將所有他本身讀E的音呢,都讀回到A 那麼,但是他就忘記了呢 其實呢,有一些字本身呢 是真的有E這個音的 例如,GET, PET, WET, CAPT OK 那麼,所以呢 那麼,這些矫黄過正的情況呢,就會令到那些人呢 是完全,講英文的時候呢,完全沒有了這些字的E音 而全部把它轉成了A 那麼,聽起來就很奇怪 我給你一個例子 譬如,就是我上次pronunciation challenge number 2 那個禮句啦 Ken and Jen spent 10 days together in a tent every September 看著囉 每一個 Ken and Jen spent 10 days together in a tent every September 每一個,這個重音呢,我都是一個E來的 如果是那些矫黄過正的人讀呢,就會讀成呢 Ken and Jen spent 10 days together in a tent every September 我想,相信呢 大家有留意英文發音的朋友呢 在聽我們香港很多店舖裡面的那些英文廣播呢 都會聽到這一種的矫黄過正的英文發音 那麼,最好就留意一下這件事啦 那麼,至於我怎樣知道那個音究竟是A還是A 很多時候呢 看這個字的寸法 A 大部分時候都是A 如果是重音的話 而E 大部分時候都是A 那麼,當然最可靠呢 是茶字典,因為有很多例外 比如,Many 這個字 Many 雖然是A,但是他讀A OK Z 這個字也是A的 雖然他有一個A 再給你一個例子 比如,Many 呢 但是如果寸字是E 而讀成A的呢 我好像從來都沒見過 我不敢肯定說沒有 OK 那麼,其實這種類似狗 就是矫黄過正的問題呢 有很多種的 這個是其中一種 今天呢,先跟大家講這個 好了,拜拜 MING PAO MING PAO